哈囉大家好 我是 你的何校長志浩 Yeah 今天我們在哪裡呢 我們這邊是板橋的府中站附近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我們板橋在地 最老志浩最有名的樂器行 婉林樂器 我們一起來看看 Let's go 來來來 我們 歡迎校長 歡迎校長 歡迎校長蒞臨我們的板橋 婉林樂器 這位是我們這邊的店長 漢哥 大家好 OK 那 店長我們今天呢 今天要來逛樂器好嗎 對開箱一下 我們這邊的婉林樂器 因為我之前其實很常看 老闆的那個 線洞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這邊的品項很多很豐富 然後我一直以為這邊超大 跟IKEA COSTCO一樣大那種感覺 其實也是蠻大的 對其實也是不小 品項很豐富 那只是想說 實際到現場看的時候 就發現說 原來每一區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今天來帶 就是 網路上的朋友們認識一下 這邊有哪一些 區域這樣 有賣什麼東西 那你進來之後 最吸引你的 最吸引你目光是哪一區 喔 一進來當然 就是眼前這邊啊 就是 因為我自己 也有談 電極哈 對然後我覺得其實最誘人的就是這些 對這些東西 你說這些男人們的後宮嗎 對沒錯沒錯有沒有看到就會覺得很想要帶一把回去 那些漆 那些紙板 金光閃閃 不錯 對那 這些是 你們電極哈的區域嗎 然後樂器的區域這樣子 就是一進來通常會先看到這裡啊 對 對因為像之前可能看線東或什麼的然後我就會看到說那個老闆又進了多少的 今天又進了什麼琴 對對對 其實我們都會固定發啦 就是 而且我們發都是要就是一次很多一整個系列這樣子 對 讓大家覺得說因為我們都是有 我們每個地方都是有巧思的你知道嗎 同一個區域都是同一個系列的東西 像這個系列就是日芬 日本廠的Fender 嘿嘿嘿 那 其實一開始 其實說個小故事 其實一開始我還不懂的時候我還沒入行的時候 人家跟我講美芬 我以為是巧克力 美芬巧克力 美廠Fender我以為是巧克力 美芬有這個巧克力的名字嗎 沒有 沒有這個東西 聽起來很像巧克力的名字 很像巧克力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還好不管大家是懂樂器還是不懂樂器都可以來猜 像通常很多人進來說看這邊也要也會看到這個展示櫃嘛 對不對 這也算是一個 你們的一個特色 就你們的效果器 這個應該算是晚齡的地標了 喔真的嗎 就是你如果去Google的話 你Google那個地圖上面 第一張照片我記得應該就是這個 有一張照片就是這個 這應該算我們的地標了 了解 因為很少很少有店家有這麼多的效果器 哼哼哼哼 也是應有盡有這樣 對真的是應有盡 無論是常見很多人會買的 然後以及或是稀有款的 對 就你去百貨公司可能 櫃子裡面都是什麼手錶 項鍊 沒有我們是效果器 然後另外一個 喔對我也覺得印象蠻深刻 是這一區吧 我覺得也可以 帶大家看一下 像 有時候限動我會看到很多 你們限動通常有 客人買了啊 然後你們也都會有拍照 發什麼的 然後我也對我會很常看到有賣這些 interface 介面啊 錄音卡跟那個 耳機 然後監聽 其實因為現在載錄的新起嘛 大家都想當網紅 大家都想要唱cover 所以錄音器材的需求就越來越 與日俱增 嗯哼哼哼 對啊 然後這個好像也對啊 是不是 這個最近很紅耶 這就是 萊拉喇叭 對 出去錄音一定要帶一顆啊 嗯哼哼哼 對 所以像我之前 一般來說啦 可能很多 像樂器行啊 就是 我可能會不知道 喔原來他也賣這麼多 這種錄音方面的器材 我可能就以為就只有樂器 這樣子 對 但是像 這邊 就你們看到的 哇 也一面牆 有很多 現在市面上很夯的 那個錄音界面 這邊都有 校長你平常在直播 喔 我之前有一陣子蠻長的 IG啊 那你直播都是唱歌還是聊天 直播脫衣服啊 脫衣服啊 脫生小 好 這一區是 來老闆你會怎麼介紹 這邊就是 如果你已經買過了一把木吉他 你想要換一把更好的 你想要進階一點 或是甚至你想要更貴的 都可以用這一區 這邊是架尾就是比較 兇漢一點 超的中間 對兇漢一點 真的真的 看到牆上 對 確實也都掛著一些 蠻兇漢的數字 那我們 牌子應該算多啦 對啊 恩恩恩 應有盡有 這邊大概就 四五個 四五個牌子 對啊 對 所以主要就是 這一個空間 對 因為這個空間 不覺得也蠻像一個 就是蠻舒服 看你們線動 上面也蠻多是 誒 客人是在這邊 誒 有拍照 坐著 對 他們買了 對啊 所以 民謠區差不多 就像這樣 OK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展示間要介紹 以及呢 我們的 晚靈樂器的大魔王 我們要帶大家來room tour 他的軍火庫 OK 哇 這個是你自己的 個人的收藏是嗎 這其實不是我的收藏 變成你們的收藏 變成 哇 老闆會講話 會變成大家的收藏 所以 老闆 你這邊 是有哪些 品項你要介紹一下嗎 然後以及這個空間 你大概 是怎麼規劃的 這樣子 主要這個原本以前只是我的打電動的小天地 以前啊 然後就後來琴賣比較多嘛 那就 慢慢的盯著一些架子把它掛起來 那現在主要掛的就是有一些LSL的高階琴 然後PRS Ibanez AZ 系列以上的琴 會在這一間 可是現在比較少 因為疫情關係嘛 大家有看到限動 很多都賣掉了 然後叫了也都 不太會來 所以現在就是 架上這一些 那當然會陸續到啦 到每次都一兩隻兩三隻 這樣子 老闆那你 接下來 晚林就是你有什麼規劃 明年啊 然後呢 以及現在 你有什麼 想說的以及新的企劃 想告訴大家 就是 明年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年 因為 就是 謝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們一直有在做一些新的事情 那明年我們有計劃跟很多品牌擴大合作 當然要擴大合作 剛好掛到 掛到店裡 能掛的牆我都已經掛滿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再盯了 所以我們明年 原本三樓是我們的倉儲跟練團室那些 我們會把它改建成一個大型的 show room 就是展場 類似你去 可能日本或美國那樣 那一間只會掛一些高級的琴 高級的音箱 還有一些 就是舒服的事情環境 那當然我們 所有的品牌會在做 倍增的動作 就是 下貨都已經下很多了 可是就等他們到貨 因為有非常多的貨現在是卡在可能 像國外的航運啊或是貨運都現在是很難 很難很塞的狀況 對對對 所以我們都已經提早訂了 希望在明年會辦了一個 開幕的茶會 到時候就會有很完整 但是等我貨期啦 我們會再慢慢規劃這樣子 好那今天呢很開心帶大家 開箱了我們的晚林樂器 然後以及呢 謝謝剛剛我們蔡老闆 就是他 解說了 接下來晚林的一些 年度計劃 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老闆最近呢 就是也 還有一些我們的新同事 然後包括我自己本人呢 現在也常在這邊出現 在這邊工作這樣子 那 他逛一逛就 不小心 不小心就在 對對對 在一起 對那 那最近有多了一些新的同事 像我們的 阿柯 阿柯然後呢 以及 像剛剛大家 本來就有看到 那個本來就待很久啦 那個我們的店長 漢哥 然後還有 很重要的就是我們這位 長靖人 這位呢 三峽 湯蜜許 總狗靈 我們的 凱哥 凱瑞 OK 那 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 之後呢 我們的晚林樂器頻道 有更多 有趣 新奇 以及更多開箱的影片呢 會再 做給大家看 OK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啦 掰掰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